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资源丰富者的私交 当你身为一个创业者的时候 很容易你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你资源太多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产生所谓的私交的效果 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比例来你真的融到钱 钱这个东西 当你太多钱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私交 为什么 因为你有很多钱 所以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你再也不像是以前的样子 在资源很稀缺的时候 你会很仔细的去考虑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应当做 这样的花费是不是最划算 那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 你很多个方向一起做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现象 就是一种浪费 那其实私交也是一种浪费 然后有可能 因为你有资源之后 你招募更多的团队 那各位想想看 你管十个人 跟管一百个人 跟管一千个人 那是完全全不同的难度 很少一个管理者 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让自己的管理集聚 从五个人变成十个人 变成一百个人 变成一千个人 这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团队本身太多 也是会私交 那资源太多 最主要是讲钱 因为钱太多的关系 所导致的自己的一些 额外的业务失误 那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蛮知名的一个CEO 他曾经讲过 他是在内容产业 目前应该是大陆最大的 就是罗差思维的一个 他们的共同创办人 他提到的 他说他们公司 可能因为做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很多投资人 感觉这家公司 是非常有未来的 所以他们就从A轮开始融 然后融到B轮 那就投资人 重点是投资人 有AB轮这样子 可是重点是 一般人在融资的时候 是我今天融天使轮 然后做到一定的里程碑 再来融A轮 A轮做到一定的程度 再来融B轮 他们其实每一种资金 他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目的 有的是用来 产生产品 有的是来验证商业模式 甚至有的是 拿来复制商业模式 像B轮就是这样的性质 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还提到说 因为他们用钱很省 所以融资也很顺利 他就不断的 就这样一直融上来 A B轮的钱 都放在银行里 这时候投资人讲话 投资人就问他一件事情 你今天融那么多钱 你是放在银行理财吗 然后这个东西 刚开始其实C 是不知道 因为CEO是一个很节省的人 他认为说 把钱存在银行是一种很自然的 可是我来投资人跟他讲 你继续这样下去 A B轮到C轮到你棍不扩大的时候 上市的时候 很有可能 你这个CEO就会给裁掉了 那这CEO就很紧张啊 就跟投资人问说 为什么会把CEO会裁掉呢 他说你根本不会用钱啊 为什么 因为你A轮的钱也放在银行 B轮的钱也放在银行 其实这A B轮的钱 是用来帮助这个企业快速成长的 它其实是一种快速成长的目的在里面 它是一种高度成长 也就是说 你今天融到这笔钱 你要懂得去用这笔钱去带来企业的更大成长 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成长没有构想 没有想法 没有事业 甚至不懂把这笔钱怎么样去花出去的时候 就代表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CEO太懒惰 第二个就是你CEO不懂 很自然的到上市的时候 人家就换你CEO啊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懂得怎么去把用钱 根本不懂得怎么把这个企业带往高速成长的目的 因为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只能升利息啊 那请问各位啦 你放在银行是5%的利息 可是投资人要求创业新创单位所产生的利率 基本上是20% 30% 甚至我们讲5年以内 它基本上要求是10倍 20倍 30倍 40倍成长的回报 那如果你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 你用这个5%你怎么去支付这个30%的 得获利的期望 从这个点以外啊 资源丰富者其实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所谓的时间的时交应用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提到说 同样也是这家公司啊 他这个CEO他想说 那这样前方的银行不是办法 然后他就他就想做一些转投资 那投资一些一些很多的买了很多企业就对了 可是问题后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不对了 他说你今天要买一家公司其实很简单 投资一家公司很简单 重点是这些东西会分发掉你的时间 理论上一个我们就讲内容供应商的CEO 他的目的应该是让他这家企业能够做到更大 怎么可能是说他去买了很多事业单位 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投资嘛 那感觉上好像是没什么 可是你要考虑到当你去投资人家一家公司的时候 你要去做董事 你要不去开会 要 那你到底是几家公司的CEO 本来一家公司的CEO做的都有一点点辛苦 现在突然你有十家CEO的类似工作需要突破 那你怎么可能把你的本业做得更好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使用的时交 那对于我们今天讲 如果说今天一个年轻人 他为什么我们很鼓励年轻人去创业 因为年轻人当他决定创业的一个刹那的时候 他会把时间做最佳的利用 那为什么他会做最佳的利用 因为创业这个过程是一种系列的 有点像类似全人运动 它是一关卡一关的 而且最主要他需要的高效学习 那既然高效学习就必须要牵扯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时间的使用性要使用得很好 也就是针对时间的使用要聚焦 第二个注意力的部分的时候 也不能够也要聚焦 也不能施交 那传统的大多数人呢 其实感觉上我们用创业的例子来讲 施交 那其实对一个不是创业者的人 大部分的话 他的时间都是浪费的 也可以说当一个人 在不决定是创业的情况之下 他今天唯一比较努力的 聚焦的地方就是找工作 写履历表 等到上了一家公司 就是老板要带他做什么事 他就做什么事 那很有可能他会加班啊 或者他满脑子的就是公司上的事 那公司上的事通常都是片面的 而且是功能型的 本身你是看不到他的前因后果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下班 可能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去 把钱花光啦 或者是享受娱乐 那所以说当一个人去找工作 或者在上班的过程 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他对时间的使用方式 就是一个资源丰富者私交的使用方式 也就是说觉得自己时间很多 那事实上他的时间并不多 然后再来他也不会去做 所谓的学习力聚焦的事情 他也不会去做一个比较远利的 就是为了一个长远利益 为了一个持续利益 为了一个系统利益 所需要学习到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 资源丰富者的私交 所以当一个人 所以有人在讲说创业者的时候 你今天要创业过程 你今天在资金的部分 最好是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掌握好 那在这过程 你需要的钱会很小 然后这一钱都主要是 以达到里程碑为目的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股份息息会是最小 如果你一刚开始 就拿到一大笔钱 那本来不会用钱的你 小钱还好 等到一笔大钱不会用钱 又做了这么多私交的事 举个例子 可能请了很多创业团队 花了很多钱在 在一些其他事业 或者投资了很多其他的公司 导致于你今天 真的你要去把本业做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完全没有所谓的资源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注意力可能不在这里 第二个你时间可能没花在这里 因为你时间都已经给分散了 第三当你把所有的资源 发挥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你再也找不到资源 来投入你的本业 所以创业者一定要去避免 这种所谓资源丰富者私交的现象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创业前途与创业计划书的作者 谢谢各位 拜拜 以上で終わり